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杭州实行48小时核酸检测已经快一个多星期了 大家对这个政策支持吗? 今天我采访了一位杭州本地市民 他对杭州的防疫政策以及疫情下要不要囤积物资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杭州这边现在不是实行48小时核酸检测吗? 对对对 您觉得这个杭州现在实行48小时核酸检测现在还有必要吗? 您觉得对生活还有影响吗? 生活肯定有影响的 你说如果是政府规定的 那不得不在意 你辅助的话你出门就麻烦了 我要坐公交 要做地铁 因为开门闭 如果没有这48小时核酸检测去不来了 你觉得现在还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吗? 需不需要这东西我们也说得好对不对 你说这个48小时现在到底还说不好? 因为现在疫情比较复杂 对 实行48小时还是对 还是公共厂的坐地铁之类的还是安全的 这是好说的 但是对生活影响大吗? 影响那肯定大 对对你们老年人来说影响很大吗? 48就两天坐一次 因为老年人一般不太出去的 不太出去 不太出去的 没出去基本上待在家里 有时候就要到牛蒙市场去一下 有时候要配地医药 配地医院去 如果真的就是吹音不行 那就待在家里 可是坐48小时后 那你这做的地方很多 你家周围有坐吗? 有地方坐吗? 有地方坐 做方便吗? 做方便 一般坐要多长时间? 做方便看地方去 空的地方 五分到十分钟一间 五分钟很简单 很简单 是吧? 那很方便的 很方便 多一点多 到处坐 那你一般是几点钟坐 几点钟跑去坐 几点钟跑去坐 一般是我晚餐吃库以后 这时候比较空气 那人很少 人很少 那一般要排队排多久 大概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就行了 十分钟之内差不多下去 哦 那这做的很简单 很简单 不需要很长时间 那这做的话相对着 对自己的 对自己来说 其实很方便的 方便非常方便 你要出去公共的场所的话 人人都有48小时核核检测 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呢 那你那你知不支持这个政策 现在 知不知吗 政策就肯定要支持 嗯 相对是相对安全一点 嗯 还回来大厦 是是是是 是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杭州这个防疫 就做做做做的怎么样 做的好 嗯 做的比较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杭州这边之前不是有点疫情爆发吗 对对 然后就实行了个这个48小时核核检测 现在好像是 有啊 不是没有啊 是有 是有 是有一点小零体 但比之前不是好很多吗 对好 这说明这个政策还是管用呢 管用 管用 管用说一下最要最有 是是是是 那您觉得如果疫情爆发了 对那些囤积物资的你怎么看呢 你这疫情如果爆发要不要囤积物资啊 理解了 你要是老百姓的话 你看如果疫情严重的话 您觉得您您个人要不要囤积物 老实您个人还是吃喝拿菜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实际上就不管了 那您如果觉得疫情要爆发 您你囤不囤积物资 囤不囤积物资 如果你觉得看疫情不对了 囤积物不好的怎么囤积呢 是啊 那可是好多人都就 你囤你能囤积几天 对的 我想也是你来囤积几天呢 你最多的迷你游了 你可以放一个月 多个两个月 对啊 其他怎么放 这个蔬菜这东西吃 它的也不能放很长时间呢 放肆做下去 不但这个心 那那些疫情爆发的 囤积物资的 它这个心态正常吗 没人都不一样 我们心态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想都不通 想是不通 想法跟做法都不一样 那你赞不赞同同积物资 我不赞同积物资 因为我也不通积物资 可是他们都怕万一疯了 怕没办 他这样回下去的 这不可能给你饿死的 是啊 对不对 你吃的比较差点 那就能够过去就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爷比爷乐乖 哈哈 可能 那有的人他就怕 一旦疯了 他没有卖不到菜 囤不好的 你囤的买了那么多 感到到世界上的坏的怎么办 是是 你只算这 吃菜不对吃新鲜的吗 对 他放到冰箱 他放到冰箱能放多久呢 而且放冰箱才不好吃 说好事 有的人他怕就怕这个 他疯 万一没有人管他 他买菜买不到 他就怕这一点 这不可能的 我想政府不会这样做 不会这样 因为你看上海这样一旦疯了 年轻了 年轻多万人 他可能就怕 你管不过来 他就怕这个 那你整体对行政 这个防疫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你觉得这个48小时 还要多久才可以不做了 我们怎么知道 他都停了就停了 他都不停 我们不能停 整体的这个浙江这边的防疫还是不错的 听完这位大爷的叙述 大概就知道了 杭州实行48小时核酸检测 还是有效果的 四处都可以做核酸呢 也不麻烦 而且还免费啊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